在開始我們先問一下大家還記不記得以前我們學過的哪些數 像以前我們學過的總數 總數有哪些例如是1 或是2、3這些數字 那除此之外還學了分數 那分數也學了像是10分之1 1分之1 這些數字這些數都是分數 那今天我們還要介紹另一種數就叫做小數 那接下來就開始跟大家介紹小數到底是什麼呢 現在有一杯一公升的水 接著我們拿出10個一模一樣大的杯子 接著我們試著把這1公升的水 平分到這10小杯的杯子裡面 那10杯當中的1杯是幾公升呢 大家以前可能學過10杯當中的1杯 我們可以說它是1分之1公升 那除了1分之1公升 有沒有其他種計法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10分之1公升計成0.1公升 那這個0.1 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小數 那這個新出現的小數我們可以怎麼讀它呢 像這樣的數我們可以把它讀作0.1 大家可以發現小數裡面都會有一個點 那這個點我們就會把它叫做小數點 那現在大家應該稍微認識了什麼是小數了吧 我們會有一個點擊的小數 你的小數是否如果你是我們可取得來做小數 是否則不必要走 是否則不必要有的 有一個點擊的小數